虽然叙利亚政府已经在受灾省份 开设了275个避难所 但由于多年战争和美国长期单方面制裁 叙利亚受灾民众目前仍面临救援物资短缺 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 今天从叙利亚阿勒泊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地震重灾区阿勒泊 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一处受灾现场 现在救援行动已经基本结束 根据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阿勒泊市大约有8个区域受灾最为严重 且位置相对比较分散 现在现场很多是民众自发地在进行搜寻 一旦他们发现有生命迹象 将报告给救援队 救援队就会在第一时间抵达 本次地震导致阿勒泊大约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 目前已经建立的避难所数量有限 很难满足需求 很多我们探访过的避难所都已经人满为患 而现在受灾民众 依然面临生活物资短缺 医疗用品短缺 能源电力短缺等问题 很多民众告诉我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 不仅导致前期救援受到阻碍 而且也阻碍了叙利亚获得援助 目前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很多受灾民众的生存状况堪忧 我们有80个人在这边 他们都在这边 我们有些人 在这边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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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发言人严斯·拉尔克12号表示 从叙利亚政府控制区 向反对派控制的西北地区 运送地震救援物资 面临获得一个极端反对派组织 批准的难题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 副秘书长马丁·格里菲斯 同一天发文表示 来自国际的援助 无法到达西北部反对派控制区 他表示 我们让叙利亚西北部地区的民众失望了 他们仍在等待尚未到来的国际援助 格里菲斯定于13号 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 希望说服安理会同意加大力度 促进跨境援助畅通 世界卫生组织12号也表示 世卫组织正筹备向该地区 运送药物和救援物资 目前已经获得叙利亚政府的批准 但仍在等待另一方的批准 是个人的批准 我们去做个人的批准 我还是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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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